這顆是OSPRY的Castro 32公升的背包 我們先來看它的前代是網狀的設計 然後有一點彈性 兩側這邊都有daisy chain 可以扣低碗可以刮一些東西 然後它的這邊有附一個背包套 然後是有一個巷子可以拿下來可以拆下來 那如果都不放必要的話就有空間還是可以放一些東西 然後冰斧環 我們可以放冰斧或是掛三刀 像這樣 我感覺我的三刀比較小一點 先把它轉個圈 再放進來 這樣靠上來 這個再把它 弄進來 縮緊 OK 這樣子就OK了 兩側呢 各有 兩條壓縮帶 所以說一共是四條壓縮帶 它這個壓縮帶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特地有把它設計成 兩邊是一公一母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我把兩邊的 把兩邊的壓縮帶 用起來的話 它可以再把它 扣起來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 我們有東西要放比較高的話 這個就可以拿過來 再把它固定下來 下面也是可以這樣子做 如果需要更長的話 可以把它掛在這邊 然後兩邊把它縮起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小地方 這個設計 在其他品牌的背包 我還沒有看過 OK 然後 在 在主帶的 上面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有一個扣鑰匙的地方 可以把一些 一語拿起的雜物 錢包啦 鑰匙啊 悠遊卡啊 之類的 之類的 主帶的部分 這就是剛剛那個小空間 主帶部分它 裡面沒有太多的 沒有太多的收納的設計 不過 它的水帶的部分呢 它是在床後面 有一個H2喔 可以放水帶 然後吸管床面出來 它水帶 它用的是 跟主帶 一樣的長 也就是說呢 外面 後面這邊 還有一個 很寬的一個收納的空間 可以放一些 易拿取的東西 雨衣啊 之類的 好 這個是 主帶的部分 它的背負系統的部分 它的肩帶 以32公升來講的話 我覺得做得好厚 那可能背起來的舒適性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相對來說 腰帶也沒有做那麼厚 這邊有兩個手帶 一邊各一個 可以擺手機啊 GPS之類的 它的背板的部分 是做波浪型的 可能拍不出來 那這個波浪型的背板部分 它可能比較能夠 它有一個網 網子 我想對於 通風 散熱 會很有幫助 當然 肩帶 跟其他部分 都是做網狀的泡棉的設計 然後 這一款背包 它只有分兩種尺寸 其實以這麼小的尺寸 其實不用分尺寸 應該也沒關係 不過它有分 SM跟ML 然後很特別的是 它的 背長是可以調配的 是像這樣 魔鬼山 OK OK 是像這樣子的 那如果說 背比較長 身高比較高的人 就把它拉起來一點點 然後這個 把它對準這個中央 然後這樣 間大的位置 就不會跑掉 就像這樣子 如果說 身高比較矮一點 可以把它 再放下去一點 就像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對於 可能 對於背長的需求 來說 真的還不錯的設計 好 最後是 它的登山杖 我覺得 這個設計 很有意思 它 它 不是像一般 是掛在正面的 它是能夠掛在側面 在邊邊 在這邊 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我們登山杖 是可以 很輕鬆的自己 如果是掛在背包上面 或是拿在手上 要掛到背包上面的時候呢 可以很輕鬆的自己 就可以來完成 來完成 就像這樣 OK 然後再把它拉緊 然後再把它拉緊 那我覺得 這個好處呢 就是這樣 如果背起來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在側邊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好處是說 除了能夠自己拿取 最大的好處是說 如果說 我們要行進間 遇到陡下的話 那我們都知道 遇到陡下的時候 登山杖 是很 愛手愛腳的 那時候就可以不用下背包 就直接這樣子把它靠上來 要拿取 要掛回去 都很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設計 好 這個就是 Osprey的Castro 32 以一天來講的話 30公升來講 是很適合的 30公升左右 如果說要過夜行程 不用自己背帳篷的話 那也是夠用的 好